这一讲我们终于说到了 成交前的最后一个环节 谈单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 我们基本可以确定 这套房子是符合客户的要求的 客户是愿意买的 同时业主也愿意在此刻成交 那谈单主要谈什么呢 其实谈的是交易条件 而交易条件当中的核心 往往是价格 客户都希望价格再降一降 业主心里想的都是 成交的价格越接近 我一开始的报价 那就越好 所以我们谈单要做的 就是帮助双方在交易条件 尤其是价格上达成一致 最终实现签约 这个环节难吗 好像不难 毕竟都走到最后一步了吧 需求已经匹配上了 双方如果对价格的预期差别太大 也不会愿意进入到谈判环节 但是呢 在我看来 这一步难就难在 这个环节一丁点问题都不能出 你想啊 这就像是体育比赛已经到了赛点 再得一分就能获得胜利 回到这套房子的交易上 如果谈单不成功 你就只能再从头开始 把之前的步骤啊 再走一遍 再一步步的把交易进程 推进到这个环节 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在谈单的时候 提高签约的成功率吗 这一讲啊 跟你分享一下我们贝壳伙伴的一些经验 只要能够进入到谈单的环境下 不管此时此刻三方是不是坐在一起 但至少大家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希望能够成交 这个时候啊 往往客户和业主的心气都很高 他们有很多美好的想象 如果经纪人前期没有管理好双方的预期 那在谈单的时候啊 就很不容易达成一致 甚至是谈崩 这里边有两个经纪人最容易踩到的坑 一个是给了买方过高的预期 另一个啊 就是一味打压卖方的预期 我们呢 一个一个来说 先来说说提高客户预期 比如客户看了一套500万的房子 问经纪人这有没有可能450万拿下 这个时候经纪人可能也不了解情况 不知道500万到底是不是业主的底价 但为了向签约推进呢 他可能随口就回了客户一句说 都可以谈 就是这句随口的回复 却给了客户巨大的期待 提高了客户的预期 如果500万就是业主底价了 坚决不再让步 那等做到一起谈单的时候 客户只会觉得 你是在信口开河 你明明说都可以谈嘛 那怎么做到谈判桌上 这就不一样了 道理啊 说出来大家都懂 但很多经纪人还是会这么做 所以我想给你的建议是 经纪人轻易不要提高客户预期 如果是你掌握的信息也不多 那你就先去做确认 如果你知道这已经是最底价了 就跟客户实话实说 哪怕客户听了价格不让步 而不买了 至少不会给客户留下你信口开河的印象 你们还可以继续合作 反之呢 就像我前面举的例子 不仅单子丢了 还得挨客户抱怨 客户也丢了 再来说说打压业主的预期 这是一些自作聪明的经纪人惯用的手段 甚至还被很多培训课程推崇为承担诀窍 教你如何挑刺压价 事实上呢 这些所谓的诀窍啊 真的是自作聪明 你压一次价 业主有可能让步 但你一而再 再而三的要求让步呢 业主就会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 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啊 你说什么都没用 业主就咬死一个价钱 你说卖不出去 那我就广撒网 谁谈成算谁的 当然啊 不是说你就不能跟业主去溢价 但溢价啊 一定要有依据 就像我在第五角 维护客户关系里面说到的 你得跟客户同步市场信息啊 帮助他做出有利于成交的价格调整 而且你跟业主溢价之后 无论是不是能继续走到谈单那一步 都是要给予业主反馈的 这样才能让业主的预期啊 不断靠近真实的市场行情 是不是只要管理好了双方预期 谈单就能顺利进行呢 还不行 因为价格只是关键交易条件之一 而且还不是唯一的交易条件 比如说 你可能前期对于双方预期都管理的很好 业主希望一百七十万卖 客户希望一百六十五万买 价格差距看上去不大 你觉得这时候呢 把他们可以约到一起 肯定能快速达成一致 客户在临场可能确实很痛快的答应了一百七十万的价格 双方都挺兴奋啊 能这么顺利的成交 但临近签约的时候啊 客户可能说了一句 家具家电你都得给我留下 结果业主说 那可不行 家具家电都留下 这个价格我可卖不了 然后客户就说啊 你早说不能留家具家电啊 没有家具家电 我也给不到这个价格呀 结果就是双方不欢而散 有些培训可能教你要提前掌握双方条件 然后对买卖双方进行隔离谈判 分别用各自的条件来换得一个共同认可的价格 比如业主想多要十万 可能用家具家电换 又比如客户想总加降一点 就可能用更高的首付比例来换 当然这个过程呢 都是由负责谈判的经纪人在中间沟通把握 讲师还可能嘱咐你 不要一下把底牌都亮出来 要给自己的谈判呢留余地 谈判条件要分几步释放出来 在我看来啊 谈单真的没什么技巧 这些所谓的技巧 往往都是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但是每个客户 每笔交易的情况千差万别 实际操作起来啊 根本不好用 而且失败概率极高 我给你的建议是 千万不要太着急的就约三方面谈 要先弥合双方的差距 这是什么意思呢 差距就是双方对于交易条件的不同期待 这就包括了比如说像交房时间呀 支付方式啊 家喻家电留不留啊等等 比如说业主买了新房还没交付 希望能继续住半年 但客户呢 着急入住 再比如说业主可能急需用钱 希望客户能全款买房 但客户手里没有那么多现金 而弥合差距呢 就是让双方明白 有些差距是可能通过价格来弥补的 具体怎么做呢 不能光跟客户业主询问交易条件 而是要进一步的去试探 比如业主说低于500万 我就不卖了 而客户只想出450万 这时候你就可以问业主 如果客户的付款方式很好 是不是也可以做些让步 或者是如果买方做出什么样的让步 您在价格上也可以做出让步呢 对于买方呢 也是一样的 通常你这样一问啊 他们就能好好的考虑一下 除了价格 我到底还在意什么 更重要的是 这样一来啊 双方就都能有换位思考的意识 明白条件是可以用价格来交换的 做好第一点 买卖双方对于价格的预期啊 就不会有太大的分歧 做好第二点 买卖双方呢 就能相对理性的来谈条件 而不是毫无章法的乱砍价 有了这两个基础 是不是经纪人谈起单来 就能万无一失了呢 也不是 虽然我一直强调啊 这个环节经纪人要做的是撮合 而不是掌握所谓的谈判技巧 但对于买卖双方来说呢 达成签约前的沟通 是不折不扣的博弈过程 是博弈啊 就难免会有对抗情绪 而对抗情绪越强烈 就越难达成一致 我分享的两点经验 某种程度上 是能帮助你尽量削弱 买卖双方的对抗情绪 但实际谈单过程中呢 你还得特别注意 营造轻松的氛围 比如我遇到的一个很会沟通的经纪人 每次谈单之前呢 都会先说 咱们三方的目标啊 是一致的 都是希望高高兴兴的把合同签了 这就是先给这个谈话 先定个和谐的基调 在沟通过程中 双方僵持不下 眼看就要陷入僵局的时候啊 你得及时转换节奏 比如让双方吃点水果 先休息一下 或者是到签约室外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让大家呢 从这个对抗的情绪当中啊 赶紧跳出来 缓和一下心情 恢复理性 不要再揪住一个 其实不真的重要的条件 紧抓不放 其实对抗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要避免那种 双方都下不来台的对抗 那就是僵局了 只要不进入僵局 一切都可以挽回 以上就是这一讲的内容了 咱们来做个总结 签约前的谈单 怎么谈能提高签约成功率呢 这一讲我们重点 分享了三个经验 第一就是 一定不要提高客户预期 也不要打压业主的预期 第二呢 就是先弥合双方的差距 再约三方面谈 第三呢 就是营造轻松氛围 避免强烈对抗 从业到现在啊 近20年的时间里啊 我一直在思考 我们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要知道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 其实都是比较复杂的 比较难的事情 比如说谈判吧 我们要做的准备工作啊 比买卖双方要多得多 但我们复杂点 繁琐点 那客户就能简单点 如果我们总想着 怎么能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合同签下来 那往往对交易双方来说啊 就意味着复杂 甚至后续很多的麻烦 未来啊 这些责任 我希望我们啊 可以越来越多的承担起来 前面久讲呢 我们讲了一些业务方法 从拿到房源委托 到找到客户 再到匹配房源 最后促成签约 但如果你想在 职业房产经纪人 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呢 只掌握这些啊 还不够 一定少不了资源和知识的 不断积累 这个模块呢 我们就来具体说说 经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房产中介不好干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多消费行业啊 有稳定的货源 销售人员需要做的 就是找到客户 然后让客户啊 不断离这个货更近 但房产中介提供的是居间服务 也就是说货源和客源 都是不稳定的 经纪人就很难有 稳定持续的成交 如果说你想有持续的成交 买方你又把握不住 那至少呢 可以先做到有货可卖 也就是有房可卖 房子是不动产 就在社区里 挖掘好社区资源呢 就可能获得持续的房源 成熟市场做的最好的经纪人啊 都是房源端经纪人 那怎么深耕社区呢 很多方法你参加完培训之后啊 都能想得到 比如说投入点成本 买个小区公告栏的广告位 或者说到小区里或者周边转转 跟散步的叔叔阿姨 六娃的宝爸宝妈聊聊天 做这些啊 都是希望跟业主混个脸熟 让人家有需求的时候呢 能想到你 当然啊 增加曝光频次肯定是有用的 但对于社区金庚来说啊 做到这些还不够 在我看来啊 社区金庚不是被动等资源 而是主动找资源 这就涉及到 第一 找到合适的场景 提前分析需求 带着资料啊 去结识业主 第二 提供市场咨询 和好邻居式的帮助 保持跟业主的联系 具体怎么做呢 下面跟你来做一个分享 想要跟业主建立联系啊 不是你在小区里碰到一个人 就上去和人家攀谈 那人家就会理你 给你联系方式 而且主动上前搭讪啊 对很多经纪人来说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那什么样的场景 你更有可能跟业主建立 对话的机会呢 比如业主时间相对宽松的场合 类似于家长带孩子 在社区里玩耍呀 或者是家长在幼儿园 和学校门口 等着接孩子放学呀 这些场合就是 比较容易对话的时机 因为业主这会儿啊 相对是比较空闲的 他可能就正好在刷手机 那跟你闲聊两句啊 也能打发一下时间 如果小区里孩子不多 没这样的场合 那该怎么办呢 那就得在人流量 比较大的地方 创造能够引起 业主兴趣的世界 比如在小区门口 组织房源推荐活动 因为一般啊 如果这个小区里孩子不多 很可能是因为 这个小区的房子啊 户型比较小 或者是老房子社区 在这样的小区里啊 有很多住户 都是想要换房子的 有时候组织迎合 业主需求的活动 就能吸引来业主 创造机会 跟业主去做对话 举个例子 北京有一个审判 曾经一年 有高达12%的换手率 也就是说 这一年中啊 平均100套房子 就有12套会成交 这个换手率啊 远高于一线城市 2%到3%的平均值 原因就是 这个小区的房子 是商住的小户型 总价很低 很多人当初买房子啊 都是把这里 当做一个过渡 等自己的条件 稍微好点之后啊 再把它卖掉 换一套大的 这个小区里的人群啊 普遍需求是卖房 而且是换房 换一套 总价不能太高 但面积上 要大一些的房子 这个区域的经纪人 就找了一些周边 优质的二手房源 以两居为主 总价范围 是卖掉这套房子 之后的价格啊 再加一两百万的贷款 就可以负担得起的 用这些房源资料 做成展板 在小区门口 进行房源推荐活动 路过的业主啊 很多都会看上两眼 再问上两句 你看 这样一来啊 就有了跟业主 自然而然的对话 有了对话的机会 那怎么聊也很重要 你是跟业主 唠家常套近乎 还是聊市场 聊行情的 业主可能根本就没有房屋交易的需求 他只是随便问问 了解一下二手房市场 并不想留下他的联系方式 给你以后骚扰他的机会 那该怎么聊呢 你可以从生活聊起啊 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 了解业主潜在的房屋需求 就像我们前几讲说过的 你卖的不只是房子 而是一个家庭生活方式的改变 比如啊 你可以跟宝爸宝妈聊升学 碰到老人跟年轻父母 一起带孩子玩的时候呢 可以聊老人 聊空间改善 因为很多老人 都是从老家过来帮忙看孩子 等孩子大点之后呢 那肯定需要独立的空间了 老人岁数也大了 又不愿意回老家了 到时候啊 就需要考虑租房 还是换房来增加空间 再比如呢 跟年轻夫妻或者小户型业主 可以聊生活爱好啊 聊居住品质啊 业主可能计划要孩子 需要改善空间 也可能想提高生活质量 换个绿化或者设施 更好的小区 你看啊 其实每个人啊 都有想要住的更好的需求 只要你聊到了 他就能意识到 所以从生活需求出发 就更容易触动业主 聊到这儿呢 如果业主真的没有需求 也不必强求 但如果业主觉得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他确实有房子的需求 那该怎么建立连接呢 下一步就很关键了 你得拿出满足他需求的解决方案 这一步资料准备是前置的 像我前面提到的普遍需求啊 你可以通过社区产品 人员构成分析出来 然后有针对性的做准备 尽量做到 无论业主提到哪个话题啊 你都可以给他一份资料看看 比如针对有适龄儿童的业主 准备两到三个不同学区的房子 针对置换改善呢 准备两到三套不同价位的房子 再设计一套资金方案 就是加多少钱 贷多少款 就可以完成这个房子和生活的转换 还可以准备本地区的交易价格资料 还有本地区的租赁价格资料 能做到这一步啊 你在业主眼里就不再是一个胡乱搭讪的陌生人了 而是一个可以给他提供信息的房产经纪人 更多的业主就有可能愿意给你联系方式 跟你建立长期的联系 其实呢 经纪人获得前十个 二十个微信和电话号码 这是最难的 但一旦迈过了这道卡 后面就会越来越有信心 做到有备而来 就能最大化的帮助你和陌生的业主 顺利建立联系 是不是加了业主的微信 人家有需求的时候就会找你呢 肯定是没那么简单的 因为这部分业主啊 很可能是一两年 甚至更长时间之后 他才会有房屋交易的需求 你得在这未知的时间里 保持住跟业主的联系 他才有可能在有需要的时候想到你 那该怎么做呢 最容易想到的 也是经纪人普遍在做的 就是时常给业主群发房源信息 有时候可能一天要发好几条 感觉好像信息轰炸 就能引起业主的注意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 你群发的越频繁 删除你微信的业主就越多 聪明点的经纪人 都会发点他觉得 对业主有用的信息 那该怎么发呢 我建议你发挥经纪人的专业价值 固定在每月给业主发市场数据 让业主了解市场动向 如果可以在最后写上几句专业解读 帮助业主来理解数据 那就更好了 比如你可以这样写 我是经纪人某某某 今天给您提供一下 咱们小区最近的交易情况 上个月的成交呢是几套 分别是什么户型 大概成交价格是多少 比上个月的价格变化又是多少 然后呢 比去年的同期大概又有多少变化 出租有多少套 租金价格是多少 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您可以随时联系到我 一般业主啊 对这种信息是不那么排斥的 因为他对业主是有价值的呀 哪怕他现在不想买卖房子 未来也很可能有这种需求 了解市场信息呢 就能够帮助他做决策 更何况啊 这些数据是从别的地方不容易看到的 做到这一步 大概率你不会被业主拉黑 也能留个好印象 但其实还有方法可以让你们的联系更紧密 那就是抛开经纪人的身份 作为好邻居 你是不是能帮他解决生活当中的燃眉之急呢 最容易做到的 比如说业主着急打字复印 你可以帮忙打完送过去 小区拿快递不方便的话 你可以提供快递代收服务 不少贝壳合作的经纪人 都在做这些社区便民服务 再比如啊 孩子其实想强身健体 最近呢辅导班也不多 我们有一个经纪人叫叶云 他原来是职业打排球的 他就在组织本小区的孩子 做排球练习 还有个经纪人呢 是全国英语大赛的获奖者 他就在带着小区的孩子们 练习英语口语 当然有些个例啊 需要经纪人有一技之长 但类似邻里之间的互相帮忙 这都能增进你跟业主之间的关系 以上就是这一讲我要分享的内容了 简单总结一下啊 社区精更不是增加报告 被动等资源 而是跟业主建立关系 主动找资源 建立关系呢 需要做到 第一 找到合适的场景 提前分析需求 带着资料去结识业主 第二 要用好楼市资讯 还有好邻居式的帮助 保持跟业主的联系 其实呢 社区精更就像农民种田 今天撒下一粒种子 明天呢 不一定开花结果 但如果撒下一片种子 来年一定会是丰收 不光是房产经济行业 整个服务业都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啊 不要只想着去找那些优质资源 其实啊 所有的资源最后能变成优质资源 都是你长期维护的结果 都会让这些东西